今天给你们来聊聊这双 韦德之道11最新的绽放配色 然后这个也是发售的第二个编织面版本的配色 同样它也是有附增一个防尘带的 然后带你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细节 前面呢在鞋头部呀 依旧会有大面积的热绒材料作为包裹 然后在上端是这种织物的面料 鞋舌呢也是这种尼龙的鞋舌 上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网眼冲孔 鞋舌顶部的纹路呢是制定了韦德之道1代 然后整体中底呀 它是全掌的EVA 包裹着中毒的这一块 大家可以看到泵材料 那它也用到了全掌的碳核心 就是全掌的泵材料 然后包裹着一块全掌的碳纤维板 然后这个碳纤维板的前掌和后跟部 都有做一个开槽 然后前掌外侧会有一个TPU 上面用着罗马数字11 后段也是一个超大的TPU 这块TPU上面呢 有很多跟韦德相关的细节 比如说这个总冠军奖杯 还有这个奥运金牌的分王 包括韦德球衣的背号等等 而鞋垫呢 还是和这个时代的鞋垫一样 都是这种超灵界的鞋垫 只不过做的有点简陋了 外底又是全掌的TPU 这个配色颜值上我觉得 稍微人家差一点 没有之前发的那几个黑白的好看 然后整起鞋垫拿着的适中 前掌弯折的时候 也不会有这种卡脚的现象 中底的这个碳纤维板脚感还是非常澎湃的 基本上每走一步 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泵材料的下陷和回弹 包括这个碳板 给你带来这种冲击力 它其实主要适配的人品还是偏345号位一些 或者是那种跑动较多的后卫腿 它那种追求速度感的和场地感的 就不要考虑这双鞋了 所以如果你单纯想体验碳合金 我建议你去选预甩Ultra 因为那双鞋整体它的运动表现要更好 它的贴合度也要更好 韦德11目前来说发的这几个配色 两个编织面的价格是最低的 而且也是最容易能买到的 其他的那几个配色吧 价格还略高 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不用着急 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